維銀他號稱台客鑑定機 來鑑定一下 鑑定一下 他演台客演得到位嗎 非常到位 他的台客 和邱澤的台客 誰 能分出什麼高下嗎 我覺得那是我用生就是 那個啊 那個生什麼 簡單講 那是晨熙愛的台客 還是維銀愛的台客 對 對對對怎麼樣 這兩個比起來 這兩個男演員 兩個男演員 他們的 都很認真啊 然後 不行不行 請把人家把槍收起來 關槍 維銀他號稱台客鑑定機 來鑑定一下 鑑定一下 他演台客演得到位嗎 非常到位 每次都很認真 他是所有的 包括他的 他還有一些自己的動作設計 然後講話的方式啊 然後走路的方式啊 等等的 就是他設計了很多 有關於小劉這個 景觀的背景部分 小動作啊 對不對 開口啊 對不對 他的台客 和邱澤的台客 誰 能分出什麼高下嗎 我覺得應該是我用生 就是 那個啊 那個 生什麼 我很敢講 那是 晨熙 愛的台客 應該是我也愛的台客 對 對對對 怎麼樣這兩個比起來 這兩個男演員 一樣啊 兩個男演員 他們的 都很認真啊 然後 不行不行 請把人家把槍收起來 關槍 再見 康仁那一場戲 其實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已經全部彩排過 無數次 從頭到尾的run 然後包括我們 就是各個角度 我們不是各種就是 對 因為本來設定的招式 後來就推斑了 對 我們還有動作指導啊 什麼的 所以其實 花了蠻多時間 在做這個準備 然後 但我們 康仁也是很專業的演員 所以沒有讓我 受到傷 對 看到他會不會害怕 本來不怕的 但那一場拍完之後 那一場其實是比 比我們前面就是在 辦公室的那些 對 更早拍 所以我後面 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是會害怕 因為他只要一靠近我 我就會覺得 你要幹嘛 對 而且他就是 他都會先這樣 先給你一個空白 然後我想說 他接下來要幹什麼 然後 先給空白 就他就先看你啊 然後他才會 因為他在他自己的角色 狀態裡面 所以有時候我就先 被他的眼神震 就是嚇到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對